老书记啊 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们这么认真地追下去 也许会追到您那届班子头上 而且周秀丽也是您任用的呀 我早做好准备了 是我的责任 我一定负 请你们检察院依法办事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如果咱们这位王生长 也有您这种态度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啊 我要向您汇报一下 什么事 就是你家小木案子的事情 我真不知道 江振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在这个事情上 长空同志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 结果呢 这个案子他还是移送过来了 子京 那公安局在查小木这个案子上 有没有实施 我找钟楼检察院了解了一下 打架伤人是有的 证据并不过硬 说小木参与打人了 但是凶器上 没有他的指纹 没有旁证 是这样 案子已经退回了 钟楼分局办案人员固执得很 他们说 疏据并不过硬 不过硬 好 你走 我判断了 然后 另一个小木参与 证据不过硬 或者是他 还真不过硬 硬 相互 不过硬 而且 好 对手 他 不最好 不服 相互 你 你 他们说会进行补充侦查 进一步提供相关过硬的证据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怀疑 分局具体办案人员是否搞明他 是不是为了王小枫 对陈小牧搞报复 我去找了五局 让他亲自过问一下 认真地搞清楚 五局也觉得不太对头 今天亲自下去查了 我想如果判断不错的话 很快就会有个说法了 他们给你出了个大难题 好了 解决就好嘛 现在还没解决 五局还没回话呢 那我就表个态 小牧不能成为人家手里边的一个砝码 用来打你也用来打我 你给我向这个吴承宜同志烧个话 就是让他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依法办事 我绝不敢议 太好了 老书记 谢谢你 这次 他毕竟参与了 也应该 让他尝尝治安处罚的滋味 接受点教训 好了 秀丽 不要再说了 陈波这个检察长目前还不是事实 我还不知道唐朝阳耍什么话头呢 说实来要汇报 你呢 也别得意忘形 还是要和叶子经搞好关系 知道了 好 就这样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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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秀丽啊 哼 子经啊 怎么样 今天晚上我们聚聚吧 我请客 你怎么突然想起请客了 什么叫想起来了 是你们家黄泊产说的呀 改天吧 好吧 今天我要去省检汇报工作 嗯 改日吧 子经同志啊 我马上到省政法委开会 没时间再谈了 这样吧 你晚上到我家来谈 咱们吃火锅 麻辣汤 好 张同志啊 张同志啊 张同志 还是你面子大啊 我政法会没开完就回来见你了 怎么 有出现什么新情况了 没有什么新情况 就是关于案子的事情 还想再跟您商量商量 好 来 坐 案子的事情跟我商量什么 你这个市委书记和我这个副省长 都不能一拳待反了 是吧 你就让郑刘和陈伯同志 他们依法去办吧 我们只是管大局管方向就行了 还有管干部 对 管大局管方向管干部 吞吞吐吐吐的干什么 有什么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 嗯 说 管大局就是定放火 管干部就是谁不听招呼就撤谁 这不太合适吧 张同志啊 你这是哪根弦又出毛病了 你看哪 省政法委的会呀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我们家老丁啊 就来了个电话 说让你等一下 来 喝点茶 好 哎 紫禁啊 怎么听说你最近遇到麻烦了 哎 这种大案子本来麻烦就不少 哎呀 紫禁啊 要我说啊 不行就别在常山待下去了 干脆调到我们省检察院算了 哎 哎 我给你透个消息 我们老丁啊 一年前就有调你的打算了 哼 嫂子哪有那么好的事 哎 这还有假呀 我们家老丁啊 在背后可没少说你好话呢 我知道您会生气 会不理解 可我想来想去 还是来了 王省长 我们真的是不能这么干 如果说谁有不同意见 我们就撤了谁 那今后 谁还敢坚持原则 依法办案又从何谈起呢 这样下去 会出大问题的 是叶子京找你来着 还是吴承意找你来着 他们谁都没找我 是我自己觉得心里不踏实 忧心忡忡啊 有意思 这个扎铁柱放火烧死一百五十六个人 你没忧心忡忡 我建议你们换下两个干部 你就忧心忡忡 我看你立场有问题 如果您觉得我的立场有问题 您可以建议省委 先把我这个市委书记给撤 唐长阳同志 你不要以为就不能撤你 裴军书记跟省委的态度 你不是不清楚 不管是放火还是失火 你们长山市委市政府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你们坚持不换检察长 中共滋江省委 完全可以考虑换一个市委书记 王少长 我甚至觉得 您可以兼任这个市委书记 嫂子 这种时候调到省院来 不成了逃兵了吗 你看你说 不说对不起我们检察院的同志们 也对不起公安局五成义他们 再说了 这案子还没办完呢 紫禁啊 你可得想好了 据我们老丁透露啊 那个王长公 他是一心一意地想把你拿下来 好啊 就让他们拿下吧 市里如果真的把我给撤了 没地方吃饭 我再到省院 混口饭吃 这该你说的 嫂子 你给我吹个枕边风 到时候让丁姐啊 给我留口粥喝 咱们喝粥呢 说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吃火锅嘛 长安同志啊 都不要一气用事了 你这个市委书记 我还是要报 可是放火的案子也得办好啊 我建议把 紫禁跟五成义换下来没有别的意思 更没有私心 说到底 是为了你和常山的干部 王生长 其实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您是常山市的老市长 对常山有感情 对常山的干部有感情 您不希望看到 常山出现混乱的局面 这一点我不但理解 而且非常感激 但是王生长 有一点我很担心 您的这份良好的主观愿望 会适得其反 最终导致错误的结果 是 朝阳 反正该说的话呢 我都说了 你们到底怎么做 也和小林市长自己掂量着吧 好 放火的结论不是我做主 我只是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把紫禁和五成义换下来 那仅仅是我的建议 并不代表省蕾 你们可以听 也可以不听 王生长 既然火灾的定性 是您个人的看法 我倒觉得 还是让政法机关 根据法律独立研究决定 是不是 先不要定调子 可以啊 完全可以 你这个市委书记都不怕天下大乱 我怕什么 还有 王生长 在火灾定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叶子禁五成义 最好先别动 你既然这么有主见 那还来向我请示什么 还有这个必要吗 子禁啊 常山的情况 我以前不太了解 最近 常公同志找我谈了谈 我心里才有了底啊 今天 我就请你实话实说 你这个检察长和陈汉杰之间 有没有特殊关系啊 你借没借入陈汉杰 和王长公的工作矛盾之中去啊 丁姐 王生长是不是和您谈了 撤换检察长的事 不要这么敏感嘛 先回答我的问题 丁姐 那我就向您汇报一下 我和陈汉杰 没有工作之外的特殊关系 更没有介入到他们的矛盾之中去 坦诚地说 我对陈汉杰这位前任的市委书记 非常尊敬 因为陈汉杰同志 光明磊落 原则性非常强 传杰 走 今天我请你吃个便饭 王生长 我这么不听招呼 您还请我吃饭 工作归工作 感情归感情嘛 这个武成毅 他是一个公安局副局长 是你们常山市管干部 动不动呢 跟省委没什么关系 但是一叶子经 他是一个副市级干部 对他的使用 不但你们常山市委有建议权 省检察院也有建议权 我告诉你啊 丁检已经在考虑把他调到省检察院了 王生长 子经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吗 他答应了 好像丁检会告诉他的 另外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看武成毅就可以暂时不动 火灾的定性呢 你们可以继续讨论 但是对陈波这个同志 要抓紧考察 丁检 王长公 同志 这样说是混淆识听 想把一场严峻的反腐斗争 变成人事斗争 达到以权押法 以示押人的目的 看来王长公换你 是处心积虑的 是的 他想用的检察长 是陈波同志 陈波怎么能做检察长呢 他年龄偏大 再说工作能力也不行 他不仅是工作能力不行 还没有原则 太听招呼了 我明白了 你把那天开会的情况 再详细跟我说说 那天的会议 纯粹是打招呼定调子 行了 别老说了 吃完再说吧 好 喂 秀丽在吗 周秀丽在啊 你等一下啊 财政局汤局长 喂 汤局长 我正要找你呢 周主任 你先别说了 先听我说 唐文林是我的弟弟 这你也清楚 没有你说得那么简单 弄不好啊 要判七年以下徒刑 唐局长 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我今天啊 刚刚跟王生长通了电话 你知道吗 检察长要换人 叶子清要下 陈伯上 陈伯上这事儿就好办了 到时候我去找他 另外呢 陈伯师很听王生长的招呼的 丁姐 你说 这种招呼 我能听吗 他们考虑不考虑法律的尊严了 这给你 子清啊 你啊 顶得对 我和省检察院 做你们的后盾 看来 你这个检察长 还得继续当下去啊 起码是 五一三大案结案以前 你得当下去 丁姐 如果唐书记和市委顶不住怎么办 唐书记太烦了 不怕 我们省院要是不点头啊 你这个检察长可不是那么好换的啊 来 我 敬你一杯 我敬你 锐气 正气 和鼓气 你别把我捧这么高啊 我也就是 不敢读职罢了 子晶啊 你要是调到省院来 那就是副检察长啊 我宁愿不做省院的副检察长 我也得依法办好这个大案要案 哦 子晶啊 常山检察院有你叶子晶 我们省院那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唐局长 好吧 那只要陈伯一上 我马上去找他 周主任 那你就抓紧吧 苏阿福那片门面房怎么回事 你心里很清楚 我弟弟要是说了实话 你和颜子清都不利索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心里比你还着急呢 好 嗯 修理啊 这是怎么了 过来吃饭呢 我吃饱了 你吃吧 修理啊 汤文林独子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许是个领导责任吗 好 朝阳 我走了 老班长 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一块喝杯咖啡 有事 房间说吧 我让酒店经理开了个房间 好 好 这么美好的常山 让一把大火给毁了 我和小林市长的工作没有做好 惭愧啊 不说辜负了党和人民吗 也对不住您和常工同志交给我们的这份改革开放的事业 行了 行了 有什么话直说 别绕碗子 老班长 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 上次小林市长跟我说 您和常工同志在常山待了这么多年没出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一上任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心里觉得委屈 当时我批评了他 是啊 您跟常工同志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基础 五一三一场大火全给毁了 想想 想想就心疼啊 尽是不安哪 这些都不说了 反正 对常山市的看法 在你们市委面前 在省委面前 我都这么一个观点 常山市的基础固然不错 但不是没问题 没问题 会发生我要散大火吗 不是 查阳 你究竟要跟我说什么 老班长 常山出了问题 我这个市委书记 该负什么责任 我就负什么责任 这没话好讲 但是 作为上一任的市长 现任的省委领导 常工同志不应该这么以示压容 这样 让我觉得工作很难做 在火灾定性问题上 检察院和公安局有些分歧 这是很正常的工作上的分歧 可是常工同志 非说叶子经是别有用心 而且 还不止一次地把您扯了进来 还有 他已经找过省检察院了 连检察长的人选 都已经确定了 就是那个陈波 我现在是垂死争扎 这个副局长还不知道干到哪一天 但是该办的事还得办掉 陈小牧打架伤人的事 不已查清楚了吗 是 放人 好的 物觉 人放了以后是不是还要监视居住 不必 小题大做 这么做不是整老书记吗 是 这怎么回事 513火灾目击者刘彦玲 怎么还没放 怎么居了这么长时间 物觉 汇报一下 刘彦玲不是居留 是在咱们八楼监视居住 在咱们八楼 对 放吧放吧 别再浪费咱们的办案经费 物觉 刘彦玲属于屡教不改的卖银纪女 还是不要放 送劳教所劳教吧 再说 513大案还没有起诉 刘彦玲还有出庭作证的 那劳教的事咱们缓一步办 等检察院起诉以后再说 就是那个按照王长工的意思 要定位放火的那个副检察长 就是的 长工同志认为陈波同志非常合适 说他讲政治 顾大局 而且学历资历 包括办案经验 都不在叶子敬之下 早就应该上这个台阶了 是啊 是 如果陈波当了检察长 那就可以以放火来起诉 那我们这位王长工大人 就可以安心了 朝阳 你是什么态度 你估计市委是什么态度 你们研究了吗 还没有 我想先征求您的意见 看看应该怎么办 没有您这个人大主任的同意 市委常委会我不敢开啊 要是市委的人选建议 人大通不过 这笑话可就闹大了 该来的的都要来了 这位长工同志 究竟想干什么 师叔 边请我們 好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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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怎么说 说什么 你是不是脚跟发转啊 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老板长 你说错了 该顶的我都顶了 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武局长 武局长 坐 坐那儿 那儿 武局长 这地儿 我住够了 哦 住够了 那就换个地方 到牢教所去 好不好 武局长 你还真要去 送我去牢教啊 别借啊 咱这儿不是办大火案 又不是扫黄 再说 也不在掩打期间 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你要是在掩打期间抓住我 那 那我准没话说 大火案要办 扫黄也要扫 常抓不信吗 光靠掩打不行啊 你呢 别胡思乱想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啊 配合我们办好大火案 知道吗 呃 是 是 武局长 这情况您都了解 我从五月十四号住进来 我一直是很积极配合你们办案的 该说的呀 我全都说了 再留下来 也没多大意思啊 再说了 你们办案经费挺紧张的吧 我觉得呀 我不能再给你们造成浪费了 呵呵 哥长家 你还挺能替我们着想的嘛 也知道给我们造成了浪费了 好好好好 嗯 这阵子看来也没在我们八楼白住啊 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嘛 啊 呵呵 我们在你身上浪费点伙食费 住宿费 也值了 情况就是这样 常公同志气坏了 很有可能 他会建议省委把我这个市委书记也拿下来 明白了 你是想打鬼借助钟魁 我也想你表个态 如果你倒下 我也会接着动 也此经这个检察长 他不能撤 我们人大不通过 谢谢你 不 是我该谢谢你 谢谢你这个坚持原则的好书记 我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了 我准备为火灾承担领导责任 辞职下台 是 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不过 你也别回信 不要说我会向省委赵培军书记直接汇报 我就不相信他王长弓 能代表省委省政府 你们这儿的伙食可真不咋地 我看还不错嘛 我们公安干警吃的跟你是一样的标准 真的 你们可太伟大了 吃的是猪狗食 干的是危险活 什么猪狗食啊 刘远玲 我看你的思想意识很成问题啊 我 我 一天十五块钱的伙食标准你还不满足啊 还猪狗食 你想吃什么呀 我 盛门海鲜 龙丹凤爪 我看你就像不劳而获 你看看你啊 年纪轻轻了 怎么就不走正道啊 那你也不能说我是不劳而获啊 喂 八楼吗 你们干什么事的 怎么让刘彦凌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来来喘气的 把人给我带走 老班长 最近不打算带团出去转一转啊 我哪敢去啊 出这么大的事 我不去 其实我觉得 这个时候您还是出去转转好 万一我这个市委书记下了台 新市委要换检察长 你主任不在 任他没法通过 这种滑头的事我不干 我准备在这儿跟他们一斗到底 您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 应该明白实际的复杂性 原则要讲 没有必要硬定 再说 讲究策略 那也不是滑头啊 这话啊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你是市委书记 在跟王昌空斗的时候 一定要讲究策略 我跟你不一样 我就是个人大主任 这样 咱们两个 一个长红脸 一个长白脸 怎么样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吴局长 别借啊 您别急着把我弄走啊 我是来争取立功的 真的真的 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特地来向你这大领导汇报的 行了行了 真的是很重要 行了 你就和这个 管理的王科长汇报去吧 好 我们走吧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这次进来 就别打算再出去 下一站就是劳教所 你给我在那里边 好好的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吧 走吧走吧 不行 我得理解 大公 那个 那个苏阿福还活着 你们都知道吗 湛勇你说 苏阿福不是一直在医院里救治吗 没有 他没有受伤 也没有生死 哎呀 好了 我是亲眼看到的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说下去 我 这么 重要的情况 我得跟您一个人说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苏阿福还活着 别又是闹诈尸了吧 哎呀 哎呀 武局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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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局长 你就是不送我去劳教 我自个儿也能改邪归正啊 我重新做人 真的 我向您保证 刘远凌 你不想说是不是 我告诉你 劳教是有年限之分的 一年也是劳教 三年也是劳教 三年也是劳教 我看你是想申请三年吧 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好好好 我说 五月十三号晚十点 我见过苏阿福 五月十三号晚十点 你是说 苏阿福躲过了那场大火 对 这一点你记清楚了吗 是不是五月十三号晚上十点 大富豪娱乐城烧起来之后 没错 是十点 是大火烧得最凶的时候 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苏阿福 叶巴黎洗衣中心 就是孙队长抓到我的地方 那苏阿福怎么在那个时候 跑到叶巴黎去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看见他了 就在一楼洗手间门口 你再回忆一下 会不会认错人了 不会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大富豪做生意 还和苏老板上过床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一直隐瞒到现在 苏老板不让我说 我不敢 而且我知道 你们公安局 有苏老板的人 我们公安局 有苏老板的人 还问我 您这当局长的 心里能没点数 练练 这你就不能胡说八道了 提供情况 一定要事实根据 我们公安局 谁是苏老板的人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是苏老板告诉你的 就是他告诉我的 苏老板不说 我怎么知道 他和我睡觉的时候 吹过牛 说公安局有他不少人 让我放心在这儿做 说 连你们局长都被他买通了 是市局局长还是分局局长 是正局长还是副局长 姓什么叫什么 中楼五分局的王局长 是苏老板的把兄弟 是 这我知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 王晓风 已经抓起来了 检察院立了案 正准备起诉 所以你放心 不要害怕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苏老板 苏老板还跟我说过 说过你们江局长 不过我不太相信 算了 肯定是苏老板瞎吹牛呢 江局长 林安玲 不管苏老板都吹了些什么 一定要实事求是的都说出来 是劳交一年还是劳交三年 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苏老板说 你们市局 江正流局长 也是他的哥们弟兄 还有 江局长的房子 就是他苏老板给装修的 他 光材料费就是十几万呢 怎么江局长也是苏阿福的哥们弟兄 别听风就是鱼的 走 咱们先上楼去吧 哎 如果唐文林 在里面胡说一通 那麻烦就大了 郑主任 我看不会吧 您想想 如果唐文林要是承认那篇门面房办过占道手续的话 那他罪口可就大了 那又比书于监管要大得多啊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 可是唐局长给我打了电话 我突然明白了 你知道唐文林在里面心里不平衡啊 现在书于监管办的是他一个人 如果他说出真相 那办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 这么说 唐局长知道是唐文林透露的了 肯定是唐文林透露的 而且就在最近 别是唬咱们吧 唐文林在看守所 唐局长怎么和他同情啊 你忘了唐局长是什么角色了 人家是财政局局长 今夜 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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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燕凌 这些情况 你跟别人说过吗 没没有 我哪敢呢 吴局长 现在啊 我只敢跟您一个人说 好 你这样做就对了 吴局长 您看 我都这么跟您配合 您可以放我走了吧 就算是判个半年一年的 你也得让我回家 过几天舒心日子呀 练练 你觉得你现在回家好吗 安全吗 如果有人知道 你是在大火之后见过苏阿芙 他们想杀人灭口 怎么办 不会吧 苏阿芙 逃都逃了 我不能这么想 我得为你的安全负责 周主任 恐怕您要亲自找一下王生长了 要让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得和汤文林抢时间的 不能坐等陈伯上台当检察长 找王生长管用吗 现在检察长还是叶子晶啊 那就更得找啊 一来 是让王生长督促换检察长的步骤 二来呢 通过江振流 搞点预防性的工作 因为看守所归江区长官 只是怎么想 Innovation 该骂的时候 就碍骂吧 お母亲 一种 请进 cœ 周主任 我的第三次交代写好了 李彦玲 我看你还是不能走 索阿福和江局长的事情 不能和任何人说 无论他是什么人 听清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刚才说得很对 江局长的事 索阿福肯定是下吹牛